我看这个车应该也是在这来回走来走去找停车位 你看这空一点是因为这有一个灯 有几个树所以确实停不了 但凡是有点地方你看那后面 那个车就死了白了也升进去了 这些地方就是停车停上 稍微有点缝了也给停电动车了 你要是晚上或者晚上到哪儿给你找停车位 你看这路灯和树留的位置等下就停摩托了 一点空地都没有全都停上车 稍微有点空地有个路灯有个树 这下面就停摩托 全都是停车满满的都是车 北上望深就是这么确停车位 你看这又我估计这车就是刚刚窜进来 想找个停车位转了一圈 也没找到停车位 又窜出去转了一圈没找着 又不得已这位绕上去了 这是垃圾车 怎么那么大 这边三楼可真大 一般那种快递车感觉好像还大 你看这个是个拐角 是个Z字经拐角 这地方还能给你三层外层的停两路车 生怕人家这个弯拐不过来 是怎么着 生怕你的车能拐过来 你看这么大的车 这还是要点技术的 要不然你看这明明是一个宽阔的拐角 但是这边停着车 这边也停着车 因为正常那个车要Z字经 先左拐在右拐 先右拐在左拐的 反正就是要拐甲弯 连续拐弯的 可是你看看 里外里的全都停满了 生怕你能把车拐过来 是怎么 生怕你能拐进来 没有